吴国泰怒则孙权 刘备来南徐就亲的事啊 国泰是一点也不知道 这位乔格老跑来这一贺喜 才闹得真相大白 老太太开始还不信呢 派出人去打听打听 敢这些人回来跟老太太一说 说确实是这么当的事 老国泰可气坏 就把孙权教了 孙权不知道母亲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 等闹明真相之后 他才说没这么大的事 这是我和周瑜周公锦定的一记 不想把我的妹妹给刘备 我们是想把刘备杀了 要荆州 他算就这么一说呀 老太太这气就消了 没成想 国泰这气更大 什么 你们要拿我的女儿换荆州 我不管你们谁跟谁打 谁跟谁争地盘 反正拿我女儿换荆州不行 老太太就因为这个 他越想越生气 孙权害怕 为什么呢 他怕把母亲给气病了 因为吴国泰啊 不是孙权的生母 国泰是姊妹二人 共事一夫 孙权不有两位夫人吗 是亲子妹 国泰的姐姐呢 是孙权的亲生母亲 可是这位姐姐已经死了 在临死的时候 就把孙权叫到床前 说我死了 我妹妹就是你的母亲 你孝顺她就如同孝顺我一样 你要百事百意 不准招惹她生气 孙权就在病榻前 给国泰磕的头 她拿这位国泰 就当自己亲生母亲一样 所以今儿个老太太 这一生气 孙权真有点害怕 母亲您不要生气 孩儿做错了 我立刻就改 只要母亲您息怒 孩儿我别做计较 这怎么意思 就是我不用这种方法呀 杀刘备了 我用别的方法杀她 老太太越听越生气 好你个逆子啊 你们定的就是什么计 这简直不是跟坑人一样 这谁出的主意 是周瑜 哈哈 老太太大骂周瑜 这个匹夫 你是我江东三军大都督 你要是有本领啊 你就想办法把京香取过来 你要没有本领啊 你就把那嘟嘟吱吱 辞喽 你怎么想这个主意啊 用我女儿做吊尔 定这么个美人计 害刘备 现在南徐都嚷嚷动了 人所皆知 回头你们再把刘备害了 那我女儿不成了望门寡了吗 再嫁也嫁不出去了 这望门寡是怎么回事啊 在古代年前 男女双方订婚之后 这个女方还没等过门呢 男方死了 怎么办呢 女方只有在家里头守洁 就永远也不嫁了 就成了寡妇了 不是大姑娘吗 姑娘也是寡妇 这叫望门寡 这不使姑娘悲苦一生吗 你们今天要是杀了刘备 我女儿也得成了望门寡 你这不坑害郡主 孙上天一辈子吗 老国台越想越难过 越想越生气 一边哭 一边骂周瑜 瞧过来 有点受不了了 怎么回事 不管怎么说吧 那周瑜是国老的老姑爷 您当着岳父泰山老人 一个地儿的骂姑爷 老头这脸儿也没地方放 可国老心里头也埋怨周瑜 这事办得事不怎么样 自己不能这么愣着呀 怎么也得解圈解圈呢 国台 您不要哭了 事已至此了 像一盆水一样 已经坡出去了 收也收不回来了 那怎么办呢 只有好自为之 不要把您启病了 您看 众谋这不是一再给您磕头赔礼吗 您就别生气了 国太这才止住悲声 他问国老啊 那你说这个事情 那叫我可怎么办呢 国老想了一想 孙将军您先请起来 没有母亲的话 孙权哪敢起来呀 国太瞪了他一眼 站起来讲话 谢过母亲 孙权站起来 规规矩矩 往母亲身边那一站 国太一看事已至此了 可也是啊 我就再怎么责骂我而中谋 也没用了 这么办吧 国老啊 我久闻刘备的大名 我没见过这个人 老身我要看一看 如果我要是看中了 那么刘备就在南徐入坠 他就是我的姑爷了 如果我没看中 老太的说到这 回头看了儿子孙权一眼 有你们自便 是 孩儿遵命 呃 国老啊 你看 在哪见见这个刘备好呢 国老想了想 呃 国太 您看在甘露寺 怎么样 好吧 明日晨时 吴国太 要在甘露寺 相亲 安排去吧 说完了 老国太把孙权给打发走了 孙权是诺诺连生啊 辞别了母亲 辞别了国老 孙权看了瞧个老一眼 心说你这老头啊 耽误事就耽误了你身上 那么大岁数了 您不在家里头想清福 您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瞧个老道没注意这些 孙权退下来之后一琢磨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 这不糟了吗 原来都督周瑜给我定这个计很好 把刘备给框了来之后 趴把这软禁起来 随后跟诸葛亮去要荆州 他把荆州给我 我也把刘备杀了 他不给我我也杀 现在啊 刘备也杀不了了 荆州也玄乎 这怎么办呢 哎 有了 孙权吩咐去 把没人吕饭给我找来 把吕饭找来 吕饭这两天是心情舒畅 他听人家说过 宝义庄没多活十年啊 不管多不多活 反正是连荆州 在南徐 是重赏了他一番 这是一桩美差 现在呢 主公互换 必是还是这个亲事的事情 他乐乐呵呵来了 参见主公 免 吕饭吓了一跳 哎呦 听说这怎么了 主公孙权 怎么这么大的气货呀 子航 呃 主公 你办的这是什么事情啊 于帆一听我怎么了 我这事办的不错呀 您所说的我都做了 荆州提亲 我去提他 让刘备南徐就亲 我把他也请来了 您怎么当生气了呢 你去提亲也对 刘备来救亲也好 可干什么 你让刘备嚷嚷的满街都知道啊 你让他又吹又打的 这是干什么呀 闹得南徐 人所皆知 连我母亲都知道了 他老人家已经见怪下来 这可怎么收拾啊 这可怎么收拾啊 啊 啊 人发一听呗 这是个好事啊 孙权这气还是好事啊 这大喜的事情 孙刘两家 结勤尽之好 应该让人知道 我说呀 应该让六郡八十一州都知道 这本来就是个快活的事情 这娶媳妇哪有藏着盖着的 嗨 子恒 孙权一想 也难怪他 我让他提亲 这事是说的挺清楚 可是我没把那详细的底细告诉他 子恒 我让你提亲是假 这是周瑜都督县的一记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哎呀呀 吕翻一听 您可到早说一声 我心里都有个书啊 可我当真事儿办了 那你说怎么办 国泰明天 陈时左右要在甘露寺 相亲 他老人家说了 要看着刘备顺眼 就招门纳续了 如果瞧着他别扭 任咱们自辩 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哎呀 您别着急 主公您等我想想 吕子恒背着手拽了仨圈 有了 明天哪 您就派一丸大将 再领几百名刀斧手 埋伏在甘露寺 等国泰相亲的时候 如果要是得手 您就立刻 把刘备杀死在甘露寺 这不就结了吗 嗯 哎呀 紫恒 这可要慎重从事啊 我怕母亲再见怪不会 您放心吧 您这么一说 我现在才明白 这门亲事啊 不一定相当 就冲刘备那岁数 我看国泰就看不中 嗯 好吧 呃 派谁合适呢 主公 您就派贾华 你把贾华给我较量 是 吕帆出去功夫不大 贾华进来 插手吃力 参见主公 不知换末将哪旁使用 孙权这才告诉他 明天甘露寺埋伏 我要杀刘备 贾华一听 呃 主公 您以什么为号 鸡背为号 没有别的暗令可施啊 喊一声 你出来 啊 快点点 这都不行 我就得摔酒杯 贾华一想 那您可得摔啊 您别把我闷的里边 不管我 一闷 闷一脑袋 白毛汗 最后还动不了手 这可不行 嗨 我比你还着急呢 你就挑选些精兵 安排去吧 是 纵律 贾华走了 这时会儿 乔国老已经辞别了国泰 回了凤凰寨 国老回到凤凰寨来 坐在这儿想了想 明天 国泰要在甘露寺 先看刘备 这是一桩好事 不过我看孙权 脸色很不好 当时他那个眼神啊 我看也很可怕 是不是 他想在甘露寺这儿 要杀害刘备 哎呀 那可不好 可也不能 嗯 不不不 国老自己提醒自己 不要抱这种侥幸心理 干脆 给皇叔送个信去得了 他让老管家 到管役之中 告诉刘备 明日甘露寺 相亲一事 让他多加小心 这乔国老为刘备这亲事真卖力气 那当然了 要不怎么 诸葛亮先生 三个锦囊妙计 第一条 让赵云一到南徐 就先来拜见乔玄 真起作用 那么这老头 为什么对孙刘两家亲事 这么卖力气 这乔玄 在江东来说 他又是个什么地位 什么人物呢 为什么 诸葛先生 第一条妙计 就用在老乔玄的身上 这乔玄可了不起 他没有什么职务 没有官衔 就是说呀 他再也不在朝 如果说要是在朝的话 曹曹组统兵 兵发江东 成兵百万 那时候把江东吓得够呛 文官要响 武官要战 可以说整个江东 是人心惶惶 可那时候乔玄 还没出场 没露面 就说明啊 他不在朝 可他在野 那么他怎么有 这么大的力量 他有影响啊 乔玄有个特殊身份 因为他这两位姑爷 太厉害了 大姑爷 是孙权他哥哥 东吴主孙策孙伯福 老姑爷是三军统帅 周瑜周公锦 老头和吴国泰 是老亲家呀 这太厉害了 那老头有事 见老太太这么一叨鼓 老太太还不说话呀 尤其这孙权 又是个大孝子 所以老头一说就灵 诶 诸葛亮就利用他这特殊身份 再说呢 这刘备 也会来事 他打一键 桥悬 就把自己摆到一个学生的位置上 对老头特别尊敬 感情 这人一到了年纪呀 就需要别人尊重 老年呢 是长者 长者应该受到尊重 年轻人呢 首先应该尊敬老人 这是我国的一个好风情 长者先 又者后 将上堂 生毕阳啊 刘备以尊敬这位乔国老 国老打心里万外那么高兴 另外这老头啊 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他是怎么想的呢 他觉得刘备这个人呢 不错 是当代一位英雄 而且还姓刘 这老头有点正统思想 他觉得汉世天下呀 应该就得让姓刘的做 刘备啊 是正宗 假设真的孙刘两家结了亲 刘备驻守在荆州 看住江东的门户 曹曹就再也不敢来打江东了 这次赤壁大战 要不是孙刘联合 根本打不败曹曹 那么再加上这层关系 骨肉至亲 你说这两家多近呢 曹曹他就不敢正视江东了 那么我江东的黎民百姓 也能过个太平安宁的日子 国老基于这么多的想法 他这才呀 积极想把这门亲事处成 特别这么卖力气 现在一听说国老要在甘露寺相亲 他怕出意外 所以大夫家人到管义 来给刘备送个信 刘备怎么一听 赶忙把赵云 孙前找来了 说国太明天要在甘露寺相看我 这是怎么回事啊 赵云和孙前都笑了 主公这是好事啊 好事吗 当然了 国太相看姑爷 这是个大喜的事情啊 四弟 不会有什么旁的吗 赵云点了点头 主公我正想要提醒您 好事是好事 不过我们得防备万一 得特别加小心 您不去则已 要去呀 您是外穿锦袍 那套铠甲呀 四弟 你这算说对了 我跟你们商量 就是为这个事 主公您放心 我自有安排 您哪 还得继续收拾 刘备一听 我还怎么收拾啊 赵云一听得收拾啊 您还得继续理理法 再燃燃胡须 哎呀得了四弟 就这样吧 国太看中就算了 看不中 也就算了 根本也看不中 不行 这法是非理不可 我来了才几天呢 闲着没事光理法呀 在后汉时期有理法吗 有 不过呀 不叫这个名字 叫什么名呢 叫疏通 也是理法的意思 据说在后汉的时候 据说在后汉的时候啊 有一位地方官 有一天 他到黎民百姓家里去串门 这位百姓接待他的时候啊 披散着头发 怀里抱着一小孩 用清水那洗盘子 这官一看就明白了 说他披散着法界是什么意思 他这是让我对老百姓啊 进行疏通 清水洗盘子呢 他让我做官要清脸 清似水明如镜 怀里抱着这小孩呢 那是让我爱民如子 从那啊 才有了这个理法之说 至于什么时候有的理法馆 呵呵 有待考察 赵云呢 就催着这刘备 非理法不可 又理了一气 第二天一早 吃过早饭 赵云就被这五百军秀 带出去了 哼 往管义门前一战事 严装待发 赵云 顶盔冠甲赵袍树袋 连孙贤先生 都把保险挎上了 都安排好了 到内厅 把刘备请出来了 你还真别说 赵云这功夫真不白下 昨晚这一收拾啊 嘿 刘备更年轻了 头发胡子 黑乎乎的 头上戴着金冠 身上穿着锦袍 是内衬软甲 身边跟着两个武士 回忠抱着宝剑 赵云特别交代过 告诉这俩人 主公走哪 你们跟哪 寸步不能离开 赵云扶刘备上马 直奔甘露寺 好威武啊 来着甘露寺 正好沉时 按目下终点说 也就上午九点多钟 赵云 把这少人马 安排在甘露寺外 刘备在甘露寺外 刚刚下马 就听这庙院里边 是法器齐名 由方丈 带领庙里边 所有的僧人 接出来了 哎呦 这些僧人们 都生劈架杀呀 手捧发器 声管狄肖 摸了云 鼓 九阴锣 敲打吹奏的同时 口里边还送着精 蹦擦蹦擦蹦蹦擦 哇 真热闹啊 吕范赶忙上前十里 由吕范和方丈陪同 把刘备 让进甘露寺 吕范 抢行几步 到方丈市 禀报国太 说是刘备皇叔到了 国太让孙权 代替自己 迎接皇叔 孙权没见过刘备 刘备也没见过孙权 俩人是互相闻名 今儿跟这爷见面 俩人同时心里都一愣 怎么回事呢 互相都很精益 精益对方相貌出众 尤其是孙权 还暗暗打了个冷战 刘备一看孙权 身高九尺开外 生得虎背雄腰 是碧目自然 绿眼珠 红胡子 碧眼儿吧 孙权一看刘备 哎呀 久仰齐名 未见过面 感情这么威风 见刘备生得是面如关玉 没分大彩 目如朗星 鼻如玉珠 口子担珠 大耳吹了 海下一步胡须 呵 黑乎乎的 刚染的 不是说刘备 大耳垂肩吗 说他双目能自顾其耳 自己能看见自己的耳朵 哪有那事 那也太夸张了 据说刘备这耳朵大 说有福 说刘备双耳垂肩 双手过膝 有帝王之相 纯属迷信瞎说 刘备根本 也没有那么大的耳朵 他的耳朵比别人大一号 倒是不假 双耳垂肩 就蛮可以了 双耳垂肩 多寒碜 咪了佛双耳垂肩 那是尼捏的 耳朵大就有福 诸不见耳朵大 能做皇上吗 不过刘备这相道 确实不错 所以使得孙权吃惊 由吕范一支银 两个人互相客气了一番 由孙权领路 把刘备给领进了方丈室 来见国泰 刘备一看吴国泰 这老太太真精神 七十多岁了 满面红光 腰板不塌 刘备不知道 不但这老太太腰板不塌 耳还不聋眼 还不花呢 他是颇得养身之道 老国泰头戴珠冠 身穿凤头 刘备赶忙上前十里 这刘备真会说话 国泰在上 被这相有礼 自从孙刘两家联合破槽 多蒙东吴将士用力 才使得刘备平安 江东稳固 被早应前来致谢 由于军事多忙 不得抽身 今日能在甘露寺 得惠国泰词言 是刘备三生之幸 我祝国泰 福寿绵长 你看看 这刘备多会说话 这话分怎么说 话到刘备嘴里 说出来之后 就那么肉肉头头的 那么好听 说得老国泰是不住的点头 上下打量刘备 这时候旁边站着的孙权 更紧张了 刚才啊 在院里一见刘备 就把孙权紧张得够呛 他倒并不是说 刘备这像长得怎么好看 使得孙权嫉妒害怕 不是 他看他这么年轻 够漂亮 这让我妈看中了 可怎么办呢 我这妹妹就完了 我这计策也完了 我这荆州就别要了 所以他为这个担心 现在一看母亲 一打量这刘备啊 只见老太太 脸上那笑纹一点一点的推出来了 像开了的一朵菊花似的 这老太太越看刘备越高兴 越看越乐 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 孙权心说 天哪 要完哪 危险 孙权一想 干脆 我别等母亲说出话 他回头看了看 孙权知道 这时候贾华已经被三百名刀铺手都埋伏在两厢了 我就趁此机会 抓起那茶杯来 啪啪啪地绳子一摔 贾华跳出来 手起刀落 杀死刘备 我好所还 京州 把这些人与我医挂了 全都灾伞 来自分口 参加 勇